那在講完我們怎麼用 React 的想法 然後去寫一個 Project 之後 那我們實際來看看在 Weather Moon 上面 你在寫的時候你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三個我們用到的工具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Routing 的部分 第二個是怎麼送 Ajax Request 這個基本上我們希望用的是 Promise 的語法 第三個就是 UI 你怎麼樣在 React 裡面可以去利用一些現有的 UI Library 然後可以讓你的 Project 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好吧 那我們就先來講第一個就是 Routing 的部分 那什麼是 Routing 呢 更具體講應該是說什麼是 Client Side Routing 那我們知道的是如果你今天 JavaScript 很厲害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所有東西都寫在一個網頁裡面 對不對 然後藉由我去操作 Doom Element 然後 User 做什麼事的時候我就把某些 Component hide 了起來 那做什麼事的時候我就把某些 Component 顯示出來 這樣子對不對 那所以你一頁就可以做所有事情了 對不對 那最經典的例子大概就是 Facebook 對不對 Facebook 就是漏的一頁 然後你在不斷地在看這個 News Feed 然後去看不同的譬如說 Groups 或者是 Fans Page 那基本上都是同一頁網頁而已 OK 那同一頁網頁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讓 User 知道說你現在停在哪個部分呢 那有一個很好的這個顯示的方法 就是去改這個 URL OK 所以你看我在我們這個 Weather Moon 裡面 好 在這 Weather Moon 裡面 你看 當我今天進到 Forecast 的時候 好 不用看下面這個東西 你看看我的 URL 就改了 對不對 好 就告訴他說你現在在 Logo Host 8080斜線 Forecast 底下 好 那 Today 的話就是 Default 所以它就是 Default 的這個 URL 對不對 好 所以藉由去改這個 Path 然後你就會讓 User 有一個感覺是 他好像在看不同的 Web Page 對不對 好 就是不同的這個 URL 但是呢 東西換的速度非常快 好像不用 Load 一樣 所以 User 的體驗就會很好 因為他就不用那個 Loading Time 這樣子 可以嗎 但是 殊不知這個其實這整個東西就是一頁而已 好 那第一次的 Loading 可能會比較久的時間 不過如果你做一些適當的 Engineering 比如說我們之前看過用 Web Pack 好 做一些這個 Production 的這個 Minimization 你可以把你的 Java 壓的比較小一點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只要讓第一次的 Initialization 的 Loading 好 不會花很久時間 那後續的這個 這個 User 的這個 Response Time 好 就會比較短 User 的感覺就會覺得你的這個 這個 APP 比較輕快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至於怎麼樣隨著這個 User 在 Click 好 然後這個時候 URL 就變 然後這個 URL 變了之後呢 我可以去讓這個 我這個這個同一頁這一頁的不同的 Component 好做一些切換 好 某些東西呢 要把它從 Doom 裡面拿掉 某些東西要加到 Doom 裡面 好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Client Site Routing 可以嗎 這個 Routing 的意思就是說 我根據這個不同的這個 URL 那我要把這個 URL 呢 動態的去決定說哪些 Component 要顯示 哪些 Component 不要顯示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所以我會把這個 我可能會寫一個這個 Link Component 好 那這個 Link Component 基本上 它就是不斷地去 Monitor 這個 Browser 上面的那個 Link 目前的這個 URL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個 如果這個 Link 呢 只要變了 好 那這個時候我就 Fire Event 這樣 可以嗎 好 或是說這個 Link 呢 比如說 在這個 Weather Moon 裡面 這個就是一個 Link Component 這個就是一個 Link Component OK 好 然後這個 Link Component 呢 基本上如果它被 Click 的話 那它的概念就好像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 好像就是 User 呢 要去 Link 到一個 URL 然後它就是 Local Host 8080 好 那這個 Link 呢 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是要 Link 到 Local Host 8080 斜線 Forecast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所以這邊我可能會寫兩個 Link 那 Link Component 好 那 Link Component 你就自己寫 然後就基本上就是 這個 Link Component 就是對應到 8080 好 這個叫做 8080斜線 Forecast 這樣 可以嗎 然後這個兩個 Link Component 因為它是 Component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 Fire 這個 Callback Event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 Fire 一個 這個 Unclick 的 Event 給 Main 這個 Component OK 那 Main這個 Component之後呢 它就可以 就可以去決定說 那哪一個 Component 要 Mount 到 Root Tree 那個 Doom 裡面 哪個要 Unmount 這樣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寫的方法 不過 大概這個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個 每個 Project 都會有這個需求 所以 這個 應該不用自己寫這樣子 所以 的確 那 React Router 就是幫你把剛剛你想要寫的東西 就寫好了 就這樣 所以你不用自己再寫一次 知道的話 你就不用重新再發明一次輪子 這樣子 那你只要學會怎麼用就好 好 所以 你如果用這個 React Router 基本上就可以幫助你去加速 這個 Client Site Routing 的開發 OK 那你怎麼用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 你要把這個 Link 好 它的確就幫你 implement這個 Link 有沒有看到 你就是 import這個 Link 然後 from 這個 React Router 這樣 可以看好 就在我們的 main 裡面 我們的 main 裡面 有一段 code 就是它上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 我們在這邊 好 我們 import Link from React Router 有沒有 好 那 React 你就有 Link 你就可以在你的 code 裡面加 Link 那你這個 Link 你可以 specify 說這個 Link 要連到哪一個 URL 比如說就是 To 斜線 所以 Today 就是連到這個斜線 這樣 OK 那 Forecast 的話 這個 Link 就是連到斜線 Forecast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OK Forecast 它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 Route 的 Link OK 那點進去就會連到斜線 Forecast 那連到這個呢 就是到斜線 就是 Root 可以嗎 好 那連完了之後呢 那你需要 你需要這個 你需要這個 Fire這個 Event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樣 告訴它說 告訴這個 它的 Container 這個 main.jx 說 好 那這個 Link 被 Click 了呢 其實你連 Unclick 都不用 Register 你只要這個 Handle了這個 React Router 也幫你寫好了 好 就是你只要呢 把這個 Link 包在一個 Router 這個 Component 的 Tag 裡面 好 然後在其他的地方 寫 Route OK 比如說這邊我們看到一個 Route 這個 Route 這個 Route呢 是 如果今天 被 Click 的 Link 是斜線的話 只要 Mesh 到斜線 那基本上呢 它就會 Call Render 那這個 Render 它 Expand 你 Pass 給它 一個 Call Back 那這個 Call Back 方式呢 是你可以 Return 一個 Doom Component 一個 Component 的 Tag 可以嗎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 選 Return Today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如果呢 這個 Router 這個 Tag 裡面 的任何一個 Link 任何一個 Link 被 Click 而且它 Click 寫的那個 To 是 Match 這個 Path 這個 Path 的話 那這個時候 Today 就會秀出來 OK 同樣的道理 這個 Route 這邊告訴你 寫的是說 如果在這個 Router 這個 Tag 裡面 任何一個 Link 它的 Tool 是 Match 斜線 Forecast 的話 那麼 這個 Forecast 這個 Element 就會顯示出來 不然的話不 Match 就把它關掉 可以嗎 那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效果 是 如果這邊斜線的話 那這個會 Match 這個不 Match 這樣 那如果是斜線 Forecast 的話 那這個不會 Match 這個會 Match 所以就變成是 點這個的時候呢 這個開這個關 那點這個的時候呢 這個關這個開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這邊注意一下 這邊我們在 Route的時候 我們在做 Matching的時候 就是這個斜線 要 Match 到這個 這個斜線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個 Exact 有沒有 這個 Exact 是這樣 如果你今天不寫 Exact 的話 這個 Router 這個 React Router 它的 Default Match 是 Prefix Match 所以 當你今天點這個 斜線 Forecast 的時候 這個斜線 Forecast 試著去 Match 斜線 會是 True 這樣子 所以 Today 也會顯示 By Default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前面加個 Exact 的話 就告訴你說 你不要做 Prefix Match 你做 Exact Match 好 所以它要是完全 Match 到斜線 Forecast 這樣才會 才會過 那這邊的話 你如果寫 Exact Path 斜線 就是 Match 就是 Exactly 就是斜線 這樣 我才會 Show Today 可以嗎 然後如果沒有 Match 就不 Show 所以這邊的話 就要變成是 Exact Match斜線 所以斜線 Forecast 被 Click 的話 那就不會 Match 可以嗎 如果沒有加 Exact的話 那斜線 Forecast 也會 Match 斜線 因為它就是 Prefix 就有斜線 OK 所以這邊是一個小地方 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那事實上 這個 React Router 其實有更多 Advanced Matching Rule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告訴你 定義這個 Link 然後連到哪個 URL 對不對 然後這個 URL 還有要跟哪一個 Route 那顯示哪個 Route 基本上是用 所謂的 Matching 我們剛剛講的 Matching 對不對 就這個 Match 這個 這個 Match 這個這樣子 那這些 Matching 有一些 Advanced Rule 你可以有點類似 像 Regular Expression 這樣 你還可以 Match 某些部分 甚至把某些部分 定義成 Variable Pass到 你要去顯示的 那一個 Component 的 Props 裡面 那這邊都是一些 比較 Advanced Matching Rule 那各位可以 Follow這個 Link 去看一下 好不好 不過這邊我們就用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這個 Exact Match 跟普通的 Prefix Match 那就可以做到我們要的效果 OK 好 好 那 這個就是 簡單的 Cline-Site Routing